人都是这样三庭五眼 爱情生活工作 其实每个人的所有的议题都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人是形形色色的 原因就是我们触发的时间地点感情 还有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和机缘不一样 大家好 我是节目主持人杨玛丽 欢迎来到今天的哈佛人物面对面单元 那么今天是2月16日 其实已经上班两天了 所以我们就没有放过年的音乐 但是我们还是这一周都还是属于新春特别节目 所以新春特别节目就真的要来一个特别的 所以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过去或平常不太可能谈的主题 我们的同事 我们很多年轻的同事都很想来听这一堂 所以其实是如果我们同事很想听 代表我们的听众 我们的读者也很想听 那这个主题叫做如何和12个星座的主管相处 我们2024刚过完春节 未来漫长的一年 怎么样跟我们的主管相处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实用的 也是我们上班族每天茶余饭后 很喜欢谈的时候 它是什么星座 它是什么星座 所以个性是怎样 个性是哪样 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我们台湾 在这个领域最权威 现在非常当红的 我们的星座占星术的专家 白玉 那他的线上课程叫做全方位占星学 现在已经销售超过两万两千多套 所以各位听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他已经卖得很好了 不差你买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了解说 这个星座跟我们日常的工作与生活 是不是我们越了解自己 越了解别人 我们在人际关系上 在工作上也是会有帮助 因为就知道他的个性 或知道自己的短板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说 怎么去跟别人相处 怎么样去跟别人合作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这个 真的是大家都说是什么 零死角 就是不然怎么拍都很漂亮的 白玉 星座专家 我们的占星树专家 白玉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先请白玉跟各位听众打个招呼 玛丽姐好 大家好 新春快乐 很开心在这边沾沾喜气 是非常精英式的喜气 我觉得我来年会越来越旺 哇这是我要的 不只我旺 我们公司要很旺 好的 一定要非常 一起飞 好谢谢 哈佛商业评论在2024台北国际书展开跑咯 2月20日到25日 欢迎到世贸义馆远见天下文化B301摊位 找到哈佛商业评论的工作同仁 喊出通关蜜语 怕怕2000万 即可现场任选一本杂志带回家 书展现场订阅 还有额外加码的礼物哦 若您没办法来到现场与我们相见欢 线上书展也正同步进行中 现在订阅一年及家顿两期 再送职场成功必备好书六选一 现在就点击说明栏连接 立即订阅 好那我们的今天的真的很兴奋 尤其刚刚听到白鱼说 他来我们今天就今年就很旺 所以我们每年开春都要请他再来一次 因为每年都要 那事实上我必须招任 就是我平常对星座这件事情没有那么上心 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聊说 像我个人是摩羯座的 我会说 哎呀我们摩羯座就是无聊只会工作 生活很无趣的啦 但是我们是死命必打 所以呢以前有一个朋友就跟我的老板高熙君教授说 你他玛丽是来报恩的 就是摩羯座的员工是对老板来讲是来报恩的 真的 所以要对我好一点 因为我们只会努力想把工作做好嘛 所以是对老板来讲 每一个摩羯座有可能都是来报恩的 真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先跟白羽呢 介绍一下白羽的背景 白羽年纪轻轻 各位从荧幕上可以看得到 真的非常年轻 三四十岁而已 但是他的经历呢 好像人家一百岁都没有这么多经历 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跟行业 然后后来呢 对占星有兴趣 也对这个心理学有兴趣 也对这个催眠的这个催眠师的这个症状有兴趣 所以他真的做很多不同的努力跟尝试 很斜杠 那同时呢 他的个人生活也是非常的 也是有一点挫折 有一点 你也不避讳讲这两次失败的婚姻 然后独自带一个小孩 然后又三次非常生很重的病 所以真的是年纪轻轻就经历了很多 生脑病死很多的状况 所以我先问第一个问题 不过我知道观众很急 听众很急 赶快告诉我十二个星座主管怎么相处 但是我们先听一下白语的背景 为什么会走到占星这个 然后我们再进入今天的真正的听众想听的主题 所以你研究占星是什么缘起呢 缘起就是我当初 我小时候就喜欢心理学 然后后来我有就是离婚嘛 然后就自学心理学 因为我觉得人真的太奇妙了 对经历一番之后 我觉得一定要了解自己了解别人 那学了之后就发现心理学都是一堆实验 而且它是在无峻的状态下做的各种无条件 很限制的实验 所以很多现实中你那些结论真的要应用是很难的 我可以理性的知道有这些方法 但是然后呢 我今天离婚了痛苦 然后我今天茫然没有工作 然后我今天没有钱 我要怎么去进行下一步 真的比较难 它太理论化 那我学一些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 哲学它确实是让我们能看到事件或者是人的本质 然后也是 然后呢 看到本质你会变愤青 更痛苦 对所以我就想说一定有一个方式 是可以让我们这种从小到大上学的人 这种算是学理派嘛 对理性的人 但是与自己感性的这种起起伏伏的人生 要做一个融合 要接纳自己 一定有一个方法 我就开始探索催眠疗愈 然后探索排卡 因为排卡可以唤醒我们的直觉 但我发现这两件事情 都容易让人走火入魔 就陷入一个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境地 它没有一个框架 所以就后来发现占星学 它是古代我们地心说 人本主义时候的一个学术 它是天文学的前身 不管它有多少人文或者是社会价值 是跟我们的原本的宇宙论 是有一点相背的 它没有那么的科学 但它确实是一个完整的学科系统 可以帮我们就是想要走火入魔 拉远的时候把它拉回来 对它有一个基本框架把人框住 所以它是非常古老的 把人去分类或者说精神分析的一个系统工具 那当然到后来就我们有 荣格的精神分析法 然后对人的分类等等 我们就是 我是荣格心理学派的心理占星 所以就透过这个方式再结合 我有心理 我有哲学类的理论 然后我也有天文学前身的 跟学科体系相关的逻辑框架 这三个加起来我就觉得 至少在目前它是一个蛮生动 很落地的解决方案 对我就觉得很适合去推广 所以也是蛮科学的 就是古老的科学 它并不很多人会认为占星迷信 对不对 星座就是好玩而已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有科学的 对科学的状态去看它 它是很科学的 它是经验式的科学 就很多都是经验论 那我们现在的科学 它是实验式的可验证的 各有优缺点 经验式的很多不能实验 比如说你难过 你能实验多少 关于难过的排列组合 排不完的 但是对于经验来说 我们就大概知道 人什么状况下会难过 我们怎么样可以 让它稍微好过一点 所以我们是从人本主义去看 而不是从科学主义去看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互补的 大家知道久了就知道 其实科学家也可以迷信 只信科学 不信人性 对 所以两个东西 我觉得它不排斥 反而是左手拉右手 要一起往前走的感觉 所以你大概是在几岁的时候 有那种说 我就是要锁定占星这个 几岁就找到这样的志向 虽然是一个严禁的过程 是 老实讲 我是为了探索感性理性的融合 就接触到占星学 我是滑到一个广告 然后就英国占星学院的广告 然后我就说 那我去试试看 大家如果想要说 我在人生迷茫的时候 想要锁定一个志向 当然你可以的话 很幸运 有一个sign告诉你说 你有一个志向 我就要朝他努力 但人生不是长这样 现实人生是 你没退路了 迷茫中抓住一个 最后一根稻草 然后就觉得 抓着它我能呼吸 抓着抓着 就会觉得 我好像比别人 在这一点上 更容易吸收 更容易解释 然后我可以孜孜不倦 不倦怠地去面对这件事 然后默默地这条路 因为我认真 一抬头 我怎么走这么远了 事实上是这个过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 以终为始 以为他这样 是因为过去很笃定 没有笃定 就是因为不笃定 才会开辟一条 另辟蹊径的感觉了 所以也是一个机运 所以你就到英国 占星学院去进修 两整年 快两年 对 然后我是 几乎是在台湾的分部 因为我有小孩 我没办法出国 他是可以去出国进修 好 那我们大致了解的 白语的背景 以及为什么走到占星 这一条路 占星树这一条路 我们今天就 现在就稍微进入一下 我们的主题 怎么样跟12个星座 不同星座的主管 我们今天是特别 先谈说 怎么跟不同星座 主管相处 所以这个问题 要怎么开始开 我觉得大家 先要了解这个题目 大家比如一开始 就说主管 所以12星座主管 怎么样 不是 我们要先厘清概念 什么是主管 主管就是一个团队的leader 他要抓大的方向 和大的决策 而我是谁 我是员工 也是受雇者 所以我的心态是 第一我要赚钱 就是我们现实一点 第一我要赚钱 第二 我只想把工作时间 用为工作 而其他时间 是用来做自己的事 那第三 才是我跟主管之间 要怎么合作 来完成 我工作时间的工作效率高 我休息的时间 不被主管打扰 然后主管还尊重我 然后我也愿意听主管的 在这个思维下 我们再来思考 我有什么资源 跟主管相处 我跟你讲 我们跟主管的关系 很现实 一定都是利益关系 感情也是以利益为基础的 大家就是 不要避讳这件事 有这么 OK好 不要太浪漫了 对 不要错误想象 对 要先有实质的互惠 对 才有其他了 没错 你要帮我做事 我要照顾你 没错 没错 其实因为我小时候 是很有想象的 因为我的天顶是双羽 而且精心守护双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很容易依赖别人 太相信别人 在恋爱就是恋爱脑 在工作关系里面 就是主管照顾我 我就把他当 如父如母的存在 可是人就是这样 从心理的角度看 如果你过分依赖一个人 你很容易因为他而生气 所以今天如果主管 对员工很生气的话 主管他的位置也没有做好 就是生气到一个 已经超越了主管与员工之间 关系的那个程度 主管的位置也没做好 因为他过分依赖员工的能力 嗯 他自己的管理能力 反而没有去反思 反过来说 如果我们常常讲主管的坏话 我们也要反思一下 那代表我们太依赖主管 告诉我们做什么 但是我们又不想听他的命令 只想要让他当好人 这也是不可能不现实 对 把这些厘清之后 我们再来看 十二星座主管 他是什么心态 我觉得大家会比较实在一点 是 对 然后其实相处啊 工作虽然时间长 但是互动的频率 不一定那么高 所以抓重点很重要 嗯 该表现的时候 主管开心就好 不该表现的时候 你就不要多嘴 嗯 对 我就是一个很好的员工 嗯 为了让听众更可以理解 我就把自己卖了 我就 哈哈哈哈 真的 牺牲很大 我就这个 life demo 就是这个 反正你如果讲不好听 我会把它剪掉 哈哈哈哈 开玩笑 主管的权力 现在很重要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主题叫 如何跟不同星座的主管相处 嘛 所以像我是摩羯座的 我刚刚已经在录音前 有告诉你我的生辰 八字 这个不适合对外公开 反正你知道了 所以可是你就知道 我是摩羯座 对 然后你就开始解盘 所以解盘之后 就可以说 建议我的 像我这样的人 所以部署应该 怎么跟我好好相处 嗯 玛丽姐 太阳是摩羯座 哈哈 然后上身 目前看起来是天蝎座 天蝎 对 一般这样的组合 哇 这个是女魔头 啊 女魔头 女魔头 很可怕 对 太阳摩羯座叫什么 工作严格 对 就是各种严格 包括你的作息 甚至你自己身体健不健康 也很重要 就属于一个虎妈 嗯 这个严格不只是 我对员工在工作上严格 他的为人 因为摩羯跟传统有关 他的为人 还有摩羯跟家里的长辈有关 他个人 比如说谈恋爱怎么样啊 他的饮食状况怎么样啊 情绪怎么样 其实你都蛮担心的 要不要表现出来而已 哦 你说会很关心家人的各方面 关心你的员工 像关心家人一样 哦 关心 OK 对 但你不一定会表现出来 嗯 所以这样的主管 就是心里很柔软 但嘴巴很严厉 对 就是希望你在这里就学好好 出去之后 表面上 你就不要给我们公司吐嘴 嗯 但事实上是 你这样学好 你去哪里都很厉害啊 嗯 对啊 其实你是这样想的 嗯 就这样的主管 一定要相处时间久了 你才会发现他的好 上升天蝎就更可怕了 就是 那你的上司会很放心 第一你是老黄牛 第二你还会 呃 运筹帷幄 然后未雨筹谋 做好各种风险管控 嗯 但是对于员工来说就 这主管好可怕 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他是通灵吗 对 就很难骗 因为你很容易 去sense到每个人的 他的心理变化 而导致的工作表现是什么 嗯 对 所以每个人想要找借口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说 哈哈 你这个借口 真的是很会编啊 哈哈 对 会给他吐槽回去就对了 嗯 我觉得你会吐槽吗 嗯 你不会 对啊你不会 我没有很刀子口啊 对对 但是我很豆腐心 豆腐心 真的 因为水星摩羯通常是不会 嗯 会保留 就是每个人不一样 允许他成为自己 允许我自己有自己的想法 互相尊重就好 嗯 嗯 对 但是这种 这种气场叫不怒而微 嗯 就大家理解你之后就知道说 他其实心里都知道 我也就不必多说 哈哈 多说多错 不如不说 对 所以大家反而是 呃 我这种气场就是 因为您是对自己要求严格 所以大的氛围来讲 大家慢慢的就有样学样 自己你招来的人也是同磁场的 然后他们也慢慢的就知道 什么是自律 什么是自我要求 大家各自的分工 是不是要利落一点做好 嗯 对对对 我觉得磁场真的是可以培养的 嗯 对 那像玛丽姐这样的主管要怎么相处呢 这个通常我们看第六宫是最直接的 玛丽姐第六宫是母羊守护 里面有木星母羊 第一就是你们有共同的价值观的话 可以多聊聊 多聊聊啊 我未来的工作规划是什么 就其实这位主管会帮你看短线之外 看长线 他不只是看你现在的表现 还要看一下你的个性的潜能啦 能力的潜能啦 未来植埃规划怎么规划 也不一定规划到我们公司为止 可能就是你整体的规划 他都会考量进去 然后帮你做最优解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难得的成长型主管 嗯 对就是很适合去 以工作为中心聊天 嗯 那第二就是要快准很 不能拖沓 然后也要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 对就是要有一部分热忱在自己的工作里面 就是不能 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别人说一句 他做一个动作 对对 这个就是如果是跟玛丽姐一起合作 自己要动起来 嗯 不能太被动 太被动 一个口号一个动作 那不行 甚至有口号还没动作 那更不行 更不行 你可能会发飙 心里面生气 然后就说下次这种事不能给他 不能派给他 嗯 对但你的木星在第六宫 所以其实你给员工蛮多 我不知道是福利 还是精神上的一些支持 嗯 对或者说有点精神领袖的概念 嗯 就是你是好的主管 那你就是整个员工或有公司的 氛围是有公司价值和公司文化的 是凝聚力相对比较高的 那如果您今天是邪教的教主 那肯定是被洗脑的很彻底 大家对信号的很彻底 哦 那像我这种主管会 最受不了什么样的人 就是刚刚你讲被动的 被动的 还有就是 不自律的 不自律 还有就是出现过的问题 一再出现 嗯 然后应该是专业内可以注意到的细节 他完全状况外 嗯 那就他完全没有被hire的质感 嗯 对 这对你来说就是底线 嗯 这个是看到什么呢 看到你的冥王心处女座 逆行在第十一宫 就是这种对细节不要求 这是完全不是一个员工的心态 或者不是一个小主管的心态 对于你来说 他就无心来工作 我们又不是游乐园 那如果这样不如你另尊高久 就是我们这边也不适合你 嗯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理念型对你来说 还是蛮重要的 嗯 来工作是为了什么 你有哪些能力可以做 那你能力 多我也给你多 你能力少 我就把你安排在适合你的地方 如果你不适合我的话 我们也互相不要耽误对方 嗯 对就蛮 那你刚刚讲的这个部署应该 员工应该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适用所有星座 所有员工都应该要这样 这个 还是不同星座主管 他看的重点是不一样 看的重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会看中这些 别的星座主管 就不会看中这些是吗 嗯 我觉得他没有这么的一刀切 对没有这么的非黑即白 哦 这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巴纳效应嘛 就是我说的东西 其实人 大家想一下人都是这样 三庭五眼 爱情生活 工作 金钱 睡觉 吃喝拉撒 没了 其实每个人的 所有的议题都是一样的 但为什么人是形形色色的 原因就是我们触发的时间 地点 感情 还有是我们的人际关系 和机缘不一样 这排列组合就会非常的庞大 嗯 对 所以其实很多东西 比如说像您 您就是成长型主管 也是一个 应该算是一个大格局型的主管 说起来主管 可能就是大老板的格局 我相信您的这些特质 所有的相对成长型 或大老板型的人都有 嗯 但是他触发的点 可能不一样 嗯 比如说有的老板 就是我触发点 是我管好 我下面的主管 其他我不管 就算看到员工在滑水 我觉得一定的弹性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行 对 有些主管 零容忍 对 就是有些就是会看细节 那他抓细节 但是格局呢你会放 你会放给某些人去 呃 自由的做 所以你的主管的弹性比较大 员工的弹性比较小 但是在你的格局看来就是 因为员工他的自我判断能力差 所以给他 像学生一样 给他一点 功课和框架 其实是可以让他从最根本 根处 就可以这株植物长得很好 有一个他的样子 但主管 因为他其实是要 碰射过不同的机遇 再塑造自己的管理能力 和管理特质 这时候如果框架 他反而找不到创新的动能 嗯 所以这是您的心态 嗯 但另外一种就不一样 另外一种他有 我们随便举的一个 他可能相反的 员工需要点弹性 因为你管他 他不懂你为什么管他 因为他的呃知识含量 或者是智慧量 经验量不到 你越管他 他越叛逆 反而不愿意做 那如果一些主管 不给他一些框架 公司的文化会乱掉 嗯 公司文化乱掉的话 我们要做什么事 可能就是像 吴马芬是一样 整个公司的力量是内耗的 我们不能聚焦 这也不行 所以这也是要看一个公司 他的体制是什么 他做的行业是什么 他想要给这个社会服务的价值是什么 然后他的target成长的频率 又是怎么去定义的 对我觉得很多因素加在一起了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 全部都切开了说 他们就是不一样 不可能 如果这样全世界只有12种人 你我都很容易成功啊 太好摸了吧 所以我们的同事 应该是把自己的主管的星座 去测一次 说我们可以了解我们的主管 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找到 怎么跟他相处的方法 对 不是测自己 反而是要去测主管 没错 当然了解自己是最重要的核心 因为每个人一定要知道 自己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去适应环境 会比较容易 不懂自己的状况下去 适应环境 我是一颗仙人掌 然后我在大西地去努力 那是不可能的啦 太辛苦了 是 对 那12星座其实还不够 如果你知道的话 可以看公卫行星 嗯 行星坐落的星座和公卫 之间的相位啊 之类的这些 可以帮助你更细节的去分析到 哎 其实主管 他是什么样的状态 那其实我们这样子做 目的是用这个工具 把你的思维 用一个逻辑整理起来 然后帮自己找一个解决方案 嗯 星座它就是一个工具 你找到解决方案 或者说你对 这个占星学的这些理论 你因为去找人生理论 可能我年轻 找一些思考理论 可能我对心理学没兴趣 但是找到占星学这个理论呢 帮助你找到一些逻辑 这些逻辑融合之后 占星学东西就可以丢下了 嗯 嗯 我们就直接用这些逻辑去观察思考 觉察 然后找解决方案 最后接受它 还是处理它 嗯 还是放下它 就是就有一套我们的人生哲学了 其实这是帮助大家 对自己人生哲学 总整理的一个方法而已 嗯 那有没有说 如果只是谈星座 有没有说你 像我是摩羯 是跟什么星座的同仁 会处得最好 处得 处得最差 有吗 处得最 摩羯 跟摩羯 最能相处来的 就是图象星座 嗯 对 就是金牛处女摩羯 最相处的来 因为这些人都是老黄牛之间 并肩前行 都是实干家 嗯 对 愿意一个一个步骤 慢慢的 这叫什么 一步一驱 把这个目标 一步一脚印 阿信型的啦 阿信型 哈哈哈哈 阿信型 年轻人知道阿信吗 对 知道知道 阿信太有名了 阿信 好 阿信型的 嗯 对 那这个阿信也是因为他个性比较稳重啦 他其实不觉得苦 他反而觉得这样才是安心的 嗯 对 但是如果是相处 比较不太行的 比如说 双子 嗯 射手 阿你可能会疯掉 哈哈哈哈 因为变来变去 变来变去 你会认为 欸你这个墙头草 你是这边也好 那边也好 到底哪边好啊 哈哈哈哈 对 是 对 然后像射手的话 他看到一些重点 他就飘走 欸做一半就去那边 做一半去那边 然后找人的时候找不到 阿你到底做什么 做了很多很忙 那你重点怎么没做到 嗯 这重点就是差一点点 再等我一下 时间性呢 你不知道 Deadline在今天吗 就是要一直追 他还自以为 自己有一定的逻辑 其实两个人逻辑不一样 嗯 对 做事逻辑不一样 是 对 一旦掌控起来 就有点像爱情 你越掌控 其实越抓不住 哦 所以面对这样的同事 怎么办呢 就是像这种风向的 就是要把它放在 比如说跟人员的管理 活动 行政 或者说 他很有热忱 但是你把时间 地点什么 要跟他敲清楚 这种就很容易 他很容易过于自由 找不到中心 嗯 对对对 目标太多 所以你要帮他 把目标设定好 对 不然他会 自己走一走迷路 哎 我要干嘛 我忘了 对啊 这个有时候 有些同事 的确会是这个样子 那我接下来要问 我原来有给你一个题目 就是说 你成为占星专家以后呢 是不是你就 很豁然 因为你都知道 跟什么星专人 应该怎么相处啊 所以是不是变成 更快乐啊 或者是怎么样改变 你个人的人生 因为你变成占星书的专家 是 是不是更快乐 更容易跟人相处 或对你产生什么影响 什么影响 我觉得如果会一个工具 它只是家里多买了一个东西 不太会让你更开心 更快乐 反而是你用一个东西 这个工具如果你有用 然后长在自己的生活细节里面 因为这些 我在与人相处的时候 我更了解自己啦 我赚钱的时候 更知道什么方向 是适合我的 在这种状况下去运用 得到的与人相处的快乐 工作的成就感 赚到钱的安心安定感 这个反而会让我更快乐 更有信心 一定是要有回馈的 如果你只是去拿一个工具 那不是回馈 那只是多掌握了一个渠道而已 它不可能让你快乐 而且很多人说你学了这些 你是不是就无忧了 通灵了 天下事都知晓 有些时候是有点这样的感觉 但你知道的多 不代表你快乐 对 你怎么看它 受它的多少影响 怎么与这些讯息相处 还有就是 你怎么用它去把它放在 你的人际关系上 你的自处上 你的所有的资源配置上 我觉得这还是要 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要发挥出来 最终得到了回报之后 才能真的长成自己的个性 或者长成自己的快乐 所以它好处就知己知彼 把他知己知彼 因为你 那你有没有碰到过 说这个人刚开始接触 觉得超难相处的 超级奇怪的 回去帮他看一看 然后就说 我下次应该怎么跟他相处 有这样吗 初期的时候真的有 对 就他这个人这样子 哦原来他是 比如说月亮摩羯 这个人就是很钻牛角尖 然后还爱控制别人 然后情绪还 就是冷暴力之类的 可能会这样 但是到后来 这个工具长在我们身体里 其实不需要看 不需要看 对 你就马上可以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吗 对 如果是初期我有利益目标 然后也不伤害别人的状况下 对对 可能会 我觉得我不避讳这个 但是更多的是 我觉得打开人心 第一是你需不需要 你需不需要跟他建立连接 不需要互相尊重就好 对啊 第二就是 如果真的需要的话 我就是真诚 我尽量真诚的去对他 他如果回馈是好的 那我就继续 回馈不好的 我就回去气一下 靠别一下就算了 我还可以找别人 所以还是会比较豁达一点 还是可以帮助你比较豁达 那我再请教一下 因为我知道你也常受邀去演讲 去分享 大家通常在职场上 上班族 他们来听你的演讲 通常是什么动机 想要来听你的演讲 第一就是 只爱规划 就是他就看我的 这个心路历程 从金融到科技 然后自己随便乱弄 然后还是 随便乱弄 对啊 就是 你freelancer很可怕 对啊 还单亲带个小孩 又做身心灵 看起来就不赚钱 苦苦行僧 怎么可以就是 让自己生活稳定 看起来过得不错 对啊 呃 所以 职埃规划很重要 对 这个职埃规划 当然 如果让我就是好像好学生 做研究一样去规划 我也会害怕 也不是 不切实际 对 不切实际 因为这样的规划是适合 你已经进入一个大集团 你从一个小职位 到未来要做一个什么大的职位 这才适合那种很严苛 很刚烈的规划模式 像我们这种融入人生 生活就工作 工作就是生活 其实职埃规划 还是要回归到人的本质 和你的需求 比如说我的第一需求 是我需要赚钱 那第二需求是 我需要让自己快乐 我的小孩才能带得好 第三需求是 我要持续赚钱 你还是赚钱 对 对 这一开始都很实际 这种规划的话 我就会把我过去的 呃 我当时是30岁左右 就把我过去30年 我人生的几个节 就是节点 几个历程 结束 不是结束 milestone milestone 关键点 对 关键点 我有把它列出来 比如说高中毕业 然后去做了什么 大学毕业做了什么 我做过哪些大案子 去过哪些公司 然后那些人 对我的评价是什么 我在那边混的好原因是什么 混的不好原因是什么 我都会 对 我都会做一个表格 对 然后还画一个曲线图 对 然后从个性就有一个曲线图 那他列试试哪 我就会把那个列出来 那我就不适合做 比如说我现在工作 一般人会觉得你要多认识人 你才会开拓你的工作机会 拍摄 我一次都没有social过 一次都没有 然后到 就是说约你吃饭 你都不去的 不去 不去 因为第一我有小孩 小孩最重要 第二 你约我 你到底是想跟我约会 还是想要问免费问心盘 问心理学的东西 这蛮大困扰 对 然后第三就是 大家如果为了赚钱 我们可以在线上讲 重点讲完 再见面 如果你一见面 我就知道这个死了 你一定是有别的目的 不是这个 就很清楚 所以在这里 我就觉得 大家不用碍于人脉背景 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行 说句不好听的话 我家在台湾 连祖坟都没有 真的 我真的是靠 从零开始 你一个人在台湾 好像父母亲在 在大陆 对 对啊 你在山西出生 怎么这么特别 我本来就是大陆人 我就是内地人 哦 是哦 对 然后我是在南京上大学 然后就到了台湾 企业工作 然后就来到台湾 那是因为嫁给台湾先生 才来到台湾 对 也是因为工作 你完全看不出来是 大陆人 是大陆人 对 因为我方言是山西的平遥话 嗯 对对对 我的方言就不是国语 嗯 对 比如像北京 他方言就是国语 嗯 对 就是普通话 然后再加 所以你的中文 真的很台湾到底啊 我也有大概自己正英学一下 入乡水俗 哦 所以你是什么工作来到台湾 呃 科技业 哦 对科技业 然后来到台湾 你为什么就没回去大陆呢 嗯 因为就后来就跟同事 前夫结婚了嘛 OK OK 对就想说 呃 先在这边过一阵子 然后再看 再回去 就大家的家庭规划使然 是是 对 所以你说 我刚刚打查 所以你说 你连台湾都没有祖坟 然后 对 所以大家认为说 我没背景 我没有什么 我就没有机会 不是的 那台湾还是一个很包容的社会 真的 对 然后我一路过程中 也是得到完全不认识的人 后来变成好朋友的 一路扶持 真的 嗯 出力的出力 出钱的出钱 对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对 自己要有点信心 他为什么要出力出钱 一定是看到你的闪光点 或者说一定是你为他做了什么 他给你回馈 只要认真生活 把自己的三观调整好 然后去真心的对待自己遇到的各种机遇 各种人 我相信一定会有人可以看到你的优势 嗯 对 然后就给你一些机会 也是从小机会慢慢慢慢拓展 变大机会 嗯 所以一般来就是想要了解你的职业的规划 职业规划 走到今天这样 30岁以前是上班族 30岁以后变成自由工作者 没错 30岁以前我还常年当过家庭主妇 什么都没有 对对对 嗯 对 那职业规划 还有就是很多人会问我说 我怎么样了解自己 自我探索或自我成长的部分 我觉得就这些人给我的回馈就是很可爱 每个人都很渴望的去跟自己好好相处 我就觉得 哦 很棒 因为像我年轻时候我就没想过这件事 哈哈 我如果早知道这件事 我不会那么多的坎坷 自己给自己很多陷阱跳进去的概念 所以你去演讲的主题 职业 那没有星座这个吗 没有说占星术对你工作的影响 对你生活的影响 这个话就是占星术占星学的部分 我们就会有特定的主题 比如说2024年的流年是什么 或者说什么工作 什么像今天十二主管要怎么相处 或者说我每个人的工作天赋是什么 我适合什么样的工作 这里玛丽姐的坊坎里面也有 我做了很长的一串 好认真的坊坎 对啊 然后我觉得大家更多的 透过我是想要知道 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变成 什么资源都有 他是什么样的心路历程 大家想copy 那第二个就是对于人生观的建立和自我的了解 是怎么样的角度 为什么你说的占星的内容 然后去看自己 看人生 就很受大家欢迎 那你这个角度看起来是迷信的 或者看起来是小众的 为什么你可以去科技业 金融业 还有生活频道 还有去电视台 去做各种推广 你的独特角度在哪里 对 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是 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更多 对好奇 然后还有一些人就是觉得我颜值还不错 只是想看人 这个蛮大加分的 那所以他们会特别请教说 占星方面的 比如说需求 比如请你帮他们看一下他们的命盘 或者星座 然后怎么样跟主管相处 这种疑惑困扰多吗 跟主管相处不来 或跟部署相处不来一样 这种困扰多吗 困扰多 但是它是属于是比较携带型的困扰 它的主轴困扰还是 自己的职癌规划 金钱 然后顺便问一下爱情 但其实最在意 所以都偏年轻人 没有 中年人 年轻人是演讲课程比较多 中年人就是小众的互动 比如说小众的课程 还有一些就是我的老个案 推荐来的个案 然后还有一小部分是大概六七十岁 然后想就是人生也不想要退休 他不缺钱也不缺人脉 但他不想退休 他想要做点别的 让自己有另外一种人生的 意义和快乐 对也是有 这个是蛮 现在蛮鼓励的啦 因为退休以后就老得很快 我觉得退休 以前的退休是人生规划 我现在认为退休是职癌规划 你以前以赚钱为目的的职癌要结束了 以人生快乐为目的的职癌才要开始 对 所以现在的退休之后的规划是你的真正的人生新的闪光点也好 新的快乐的生活模式也好 才是一个新生儿新开始 所以反而我看到 也是要职业规划的一部分 退休后 没错 没错 我反而看到五十几六十 他们反而比自己大概四五十岁的时候还年轻 还活泼 眼里的光更让人觉得很有感染力 很感动 对 因为可能也都小孩大了 对 摆脱那个养育小孩的责任 可能也是有一个反而又回到年轻时候自由的状态 对 然后智慧也越来越多 相对大概四十岁之后就是木星回归嘛 木星的第三次回归 然后也是到大概七十岁左右就是土星的第二次回归 嗯 这代表什么 木星第三次回归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事的断舍离就要开始了 嗯 我就可能我喜欢的就多一点 我不喜欢的就少一点 人生也剩下没有几十年 然后到土星第二次回归呢 它是见山又是山 它就是更加有包容力 然后更有智慧 任何的事情来都看过了 那现在是这样 后面会不一样 不担心 因为我遇过 那是几岁的时候 大概七十左右 哇到七十 OK 好好理解 对 但是因为人生境遇不多 我发现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大概到四十岁左右 已经有这样的豁达的倾向 因为社会资源 而且每个世代不一样 像更年轻二三十岁的人 他们就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世界 所以他们认真的人就吸成了我们的优点 然后他们再加上自己的优点 其实像我们 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啊 看对待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是有发光发热 有服务的话 我们是一个像阳光一样 撒进每个人的生命里 但他们呢 更厉害 年轻人很多人都说他们是草莓族嘛 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然后讲话也没有伦理道德 然后就也不说早安怎么样 就说啊我今天怎么样 就很随便 然后突然间也就fit out 也不见人 那其实他们有很大的优点 是我们这一代人 很摩羯的人不懂的 就他们像雷射光 如果我们是太阳光 他们就是雷射光 他们可以一次照射到生命的底层 所以他对人的包容 他如果对某件事情的感动 和有热忱之后 他的那种生命力的爆发 还创造力的爆发 是比我们这代人 大是指数型的高涨 对 就是他是不同的生命逻辑 所以我们每一代人互相尊重 是因为我们的生命逻辑不一样 他们站在我们的肩膀上 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一代更比一代厉害 那我们可能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周转 他们完全是在感性里面 长出更厉害的生命力 他们已经不需要理性了 什么样的人需要理性 还有动物本能的人 才要理性 他们没有动物本能吗 他们已经精神化 尤其是现在十几岁 甚至几岁的小孩 他们相对来说已经精神化 我相信大概十五二十年后的新生儿 是几乎是半 就是半纯粹型的精神化 现在精神化是表现在生活领域 表现在情感 比如说我要纯粹的感情 我有人格洁癖 到十五年二十年左右之后的小孩 他们对物质是没有任何不安全感的 他们对房子是不需要 就是我一生有大概三分之二的时间 都是为了当房奴 不用了 到那个年代已经不需要为房子 为伦理道德 为什么去扛责任 他反而是要精神的养生 为全人类 为我们这个理 为我们这个城市要奉献什么 为某些美感要奉献什么 对已经是不同的 很精神层次 没错 在伴随着我们科技起义点的爆发 大概五年十年左右 科技起义点会爆发 整个世界会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人也会长得不一样 所以我们不要看不起现在年轻人 他们是雷射光 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对我们对他好一点 好不要老师嫌他们草莓 好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 那我知道你原来也有准备一些内容 可能很多我没问到 我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星座 尤其是年纪可能更大的人 社会上更有成就的人 大公司的高阶主管 或者负责人 他会觉得 这小孩子玩意 这年轻人玩意 这个就听听好玩 好笑而已 但是你的接触是这样吗 就我刚刚讲的是 我的认知搞不好是错误的 就是说真正比较 比如说负责很大企业的主管 他们对这个 你所接触的客户当中 有没有其实蛮多大老板 高阶主管 他们也是蛮相信这个的 蛮多的 但是他们的相信 就是我比较喜欢的相信方式 他们就认为说 这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然后但是我们谈着谈着 就从星座切入 谈着谈着就开始谈 很深入的东西 就不会受限于星座的内容 对对对 很深入 比如说我们要谈 他是公司的大老板 他是创业者 他想要看自己的企业规划 但他先问的 我比如说我认识一些 我们现在全台 数一数二的某些行业 从零开始去创业的 夫妻党的大老板 现在可能年营业额 都是几百亿的 对 对这种他们就说 老师我想要让你看星盘 我说你这么成功 要看什么星盘 我还要让你看流年 我说你有这么迷信吗 他说其实不是 第一 我相信运气 对一个人很重要 他是一个臣服的心态 今天我们看运气 就不是迷信 我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而是因为他对人生 有一个很谦卑的 臣服的心态 他臣服于 就算我再厉害再努力 也有可能达不到 所以我可能要需要一些 顾问啦 或者需要一些 大家一起讨论之后 找到一些方法 或者找到自己的盲点 开拓新的思维 去找到自己 下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对 所以他对生命 是有深入的认知 所以我们谈着谈着 就不是谈流年 是谈行业 谈他的个性 谈他的下面几个 重要主管的个性 他的个性 与公司个性之间的 同质感 同质是什么 然后但是排斥 然后阻碍公司发展的 那些个性又是什么 其实是非常身心灵 深入的去把 我们通常看到的 企业规划啦 企业的管理准则啦 个人的特质和分类啦 都揉在一起了 包括财务 会计 法律部门 人事部门 全部都揉在一起去谈 哇 这已经是另外一种策略规划了 对 蛮有趣 你刚刚特别提到把他所有的主管 的深层八字 也拿来跟他配一配 对 合一合 对 我说 对 我说你既然不是迷信 你为什么要合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判断 透过对方的业绩 个性和与同事之间的相处 与你们公司体制之间的关联 去判断 他说 因为我发现你所说的占心学 它是很多讯息连在一起的 我一定能透过你的解心盘的方式 或者对谈的方式里面 找到我没有想到的那些点 所以我看到的是他们的谦虚 还有思维格局 既是发散的 又是能找到中心的 我发现有些人很怕 比如说迷信的工具 或者古代传统的东西 去评判一个人 那这种害怕就是因为 他的思维如果发散出去 可能收不回来 但是愿意去用不同的关系 我相信他不只找我 他也找了业界厉害的会计师 也找了厉害的顾问 我只是其中之一而已 那大家讨论之后 他再把这些讯息回拢回来 然后他再做自己的决策和判断 然后再去跟自己主管开会 我相信是这个过程了 所以我们这更看到一个成功的 创业家的本质 他的思维是开放的 格局是收得回来的 然后他对人的信任是来自于 他对自己判断的信任 所以你有蛮多属于这一类型的企业 负责人 他可能定期或每年 至少几次要跟你谈这些 对 几次大概 重复多的话 大概每周或每两三周 就能收到一个讯息说 老师我可以请教你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说我要去国外设厂 可不可以去 我要买那个公司 可不可以买 然后我就说你会不会觉得你很幼稚 他说没有 我就是多想要多听听各方意见 我说你这样会不会让自己觉得 只有白玉老师说了算 白玉老师在洗你脑 你有没有觉得会这样 他说并不是 因为你的思考 他是看得到 我虽然用的是工具 因为我今天没有考心理智商是执照 也没有说几十岁了 可以做一个企业顾问 但是他看到了我思维的独特之处 和跟他思维碰撞之后 他看到了某些火花 所以他其实判断的是一个人的本质 对 所以其实抛开这些工具看 他是尊重了我的解读方式 但他更看重的是我个人特质 我看到的是这个 所以是其实是也是要跟听众分享说 事实上很多企业家 他是蛮开放的 那当然他可能就是多方收集意见 其中一个意见 也是像你这个占星师的意见 所以你刚刚讲的很好 他可能会计师也要问 内部的各种专家都要问 但是他也对这一块觉得听听也很好 所以是这样 其实我也认识一个上市贵公司的老板 他每次做重大决策 一定有一个塔罗牌的人坐在里面 很会算塔罗牌的 他每个重大决策都要他在里面看 这样子 我也觉得不可思议 对像其实曾世强教授 他是就是关于中式管理学的嘛 他也会易经 他就讲过 尤其像塔罗牌啊 这种像易经式抽签嘛 像这种几率式的东西 其实他讲了一个概念 我自己蛮认同的 叫做因为我照自己的思维去思考 或者是照我的智囊团的逻辑去思考 一定他的资讯量是有限的 因为他是我的舒适区 我信任的人 但是透过这些牌卡钳 这种是无生命的资讯 但他却是经验法则的 这里面会很快的让我找到一些盲点 和我不习惯的逻辑思维 但我不习惯的逻辑思维和盲点 透过某个人说出来 我不一定相信 但是透过非生命 但是众多智慧 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式的工具 说出来 我就认为他是自我对话 他其实是有加分作用 好那我们现在是新春嘛 那有些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问 那你有什么可以提醒观众说 我们比较好玩的 用新年开始可以来看这个占星学 是是是 大家就是常问说 比如说像福布斯的报道里面 就大概五六年前还七八年前 就讲说最容易赚钱的 或者是富豪最多的星座排行 对啊对啊 这个就是第一名 我印象没错 前三名就是有顺序 我有点忘了 有牡羊座 有天秤座 有处女座 比如说像巴菲特处女座 对 然后就说 所以我不是这三个 我就是后面 我不可能有钱 然后也有说什么 总统排名前三 领导人或者是科技大佬 创业者 独角兽公司领导人 排名前三 是谁 摩羯 然后也有天品 然后还有一个是 射手 都没有狮子做 狮子我觉得 他排第四或第五 狮子因为他也很会花钱 赚不了钱 或者是公司就IPO出去了 对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我自己研究 因为我这个占星学 全方位去研究 也有去研究人 十二星座 都有很厉害的 而且他出现的概率 在我自己研究看 差不多 一样多 一样多 比如说像 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巨蟹座 大家以为巨蟹座是爱家 不可能是什么大领导人 像美国布希总统 就是巨蟹座 还有厉害的张忠谋 台积电创办理 他是巨蟹座 巨蟹座 对 还有什么 还有哪个星座 大家觉得不容易成功 射手座 曾国藩 丘吉尔 慈禧太后 有没有厉害 还有像现在 比如说 Google全球副总裁 李开复先生 宏基集团的创办人 董事长 施政荣先生 成功大学 成功学的大师 卡尔卡内吉 有没有都很厉害 射手 就是管不住 其实很厉害 水瓶 水瓶这样的员工 很多主管都 又爱又恨 爱的是很有创意 团队建设 团建很强 恨的是找人都找不到 请假也给我 这最关键时候 请假是怎样 水瓶座厉害咯 像谁 李鸿章 林肯总统 小罗斯福总统 雷根总统 有没有厉害 创办人 道胜和夫 这个厉害 日本金银之神 松下电器创办人 松下心知主 脱口秀女王 欧普拉 有没有厉害 对 所以大家 双鱼座 是不是恋爱脑 死得快 那他多厉害 蒋宋美玲 梁启超 苹果的前总裁 史蒂夫乔布斯 也是双鱼 然后Dell的董事长 Michael Dell 然后奇美董事长 徐文龙 都是双鱼 你看他们 所以每个星座都可以出 都是 出能人就对了 对 都是 所以大家都要对自己 有信心 然后我们 占星学我常说的 我们的星盘 有低配版 也有高配版 如果我们把自己 认知得很好 然后像我们 玛丽姐一样 一步一脚印去执行 然后抬头之后 就看到一片风景 你很可能 就在不知不觉中 活出自己的高配版 那还有什么精华重点 我刚刚没问到的 精华重点 不好意思 我经验应该没有 玛丽姐做了 没问题 如果跟年轻人分享的话 我觉得 今天讨论的重点 虽然是我们聊了星座 聊了人生发展历程 更多的我们呼吁的 就是要自我认知 自我 像玛丽姐 其实刚刚讲那么多 她的重点就是 我的老板认知到 我是勤劳肯干 我也认知到 我是阿信心的个性 我也认知到 年轻人改变了 我要改变我自己 所以她从小到大 都是阿信 没有出头天 你看自我认知之后 其实是甘之如頤的 对啊 年轻人都不知道 工作的 就在哪里 他们觉得 你怎么那么爱工作 但是事实上 这个很多人是 工作是个麻飞 他也是乐在其中 就工作本身 也是蛮有乐趣的 可是年轻人会觉得 绝对不能加班 一分钟都不愿意 对对 因为他们觉得 工作是痛苦了 是不是背后的价值观 是这样 对对对 如果是在公司体制下 很严格的状况下 很多人觉得痛苦 但我也遇到 另外一些人 我觉得是产业问题 像我就很多自媒体啊 什么 他们是24小时都在工作 对啊 很多都是身体坏掉的 就是这群人 玛丽姐 我介绍给你 让他当你愿意 哈哈哈哈 好啊 如果他们愿意 他们就是不想在体制内 所以才要当SOHO 就像你一样 所以你当SOHO的时候 反而更累 我相信你现在的工作 也一定是满档 那最后呢 我们这个时间 也访谈要进入尾声 你有没有要提醒 十二星座人 个别要注意什么 这样会不会提醒太多 十二星座 适合和不适合做的事 我都讲一下 哇 好好好 谢谢带过 福利福利 福利在这里 谢谢 对 玛丽姐和团队的福利 母羊座 2020年适合勤奋工作 努力赚钱 注意交友 不适合冲动投资 好 那这里大家都参考太阳和上升 好 所以玛丽姐就参考摩羯和天蝎 好 金牛座 适合适应各种变化 去调整人力和金钱 那小心 你如果内心封闭 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 可能就是功亏一篑 对 差一点就做不成 双子座 适合关心自己 积极学习 不要过度消费 对 可能钱会存不住 巨蟹座 适合专注目标 然后合作的时候 要多展现自己 不要害羞 然后要小心的是 合作的时候 你的作息时间要稳定 如果你作息时间不稳定 常迟到人家不愿意跟你合作 好 那就是 狮子座 适合事业转型 然后也多约会 狮子座 然后今年如果你不约会 你工作不快乐 对啊 常常申请你 然后老板就不想跟你工作 好 嗯 不适合就是一直宅在家里 社恐宅在家 工作动力不多 没有什么创造性 其实工作会遇到危机 处女座是适合积极的改变 主动去社交 处女座宅好几年了 宅两年至少 嗯 该出去走走了 好 不适合什么 自己的健康忽略 然后你机会终于来了 但是你忧郁了两年 然后就没有 没有体力出去 这不太行哦 机会来要把握 天平座适合调整心态 然后有些新的开始 要要去把握 然后某一些旧的思维逻辑 可能要改变 天平座某些在过去 掌握的有点太硬 嗯 那某些人会不舒服 你的能干的巧匠 可能会被你逼走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要调试自己的心态 要跟大家合作了 你能力很强 不合作也不行 所以不适合固执己见 好 然后天蝎座 适合出门旅行 培养兴趣 嗯 然后不适合观念混乱 就是不同的观念一直吸收 太谦虚了 反正不知道自己的重心在哪 好 那如果是上升 就是以工作为主 嗯 好 那射手座 适合挑战自我改变习惯 有一些射手旧的习惯 可能要抛弃了 如果你不抛弃 老板就会抛弃你啊 哈哈 不适合单打独斗 合作还很重要 前几年射手座 有一些规划什么的 不被看中 后来被看中 自信就有点爆棚 嗯 那他就觉得 啊 我一个人都可以 你们不行 我自己来 我不好意思 不行 就是不行 要合作 摩羯座 适合关心别人 注重细节 嗯 对 我觉得很适合摩羯座本性 哦 那不适合就是三分钟热度 有些事情可能我关心别人了 然后重新调整 有些新的细节的东西 让我看到新的机会 但是他 也许不是我适合的 或者习惯的 产业 嗯 行业别 思维 那我关心三分钟 算了 我也看不懂 我还用我自己的 不要不要 已经开始了 就不要停下来 对对对 意思就是 大概下个月也请我来 哈哈哈哈 好 好 水平 适合坚定信念 郑重做抉择 今年要做选择了 活在舒适圈 前面很开心 该结婚 该生小孩都做了 然后钱好像也没少 但是如果你再这样享受下去 可能就会每况愈下 福报快用完了 赶快开辟新的东西 不过也不要急 不要去做一些杠杆的理财 开杠杆去做什么投资 这太可怕 不要去 双鱼 适合持续学习 结伴做事 双鱼 最近两年 就是人际关系蛮好的 所以他累积了一些资源 他可能就有些人 需要断舍离拉什么的 但是不要断舍离道 甚 孤家寡人 对 因为今年蛮多 就我说很毒嘛 有些人可能反目成仇 是因为露出他的真面目 那这个时候双鱼 他那种理想性的个性 会认为 那这样下去 是不是 我就不要跟任何人合作 我先相信自己 别别别 还是有人可以相信 对对对 不要担心 然后不适合熬夜和不休息 熬夜不休息的双鱼座 很容易情绪不稳定 然后精神状况 比如说胃病啦 或者什么 便秘啦 很容易出现 那精神状况不好 对于你原本就应该 集结一些信任的人做事情 会有一个障碍 就接下来大家 2024年希望 适合你做的事 发扬光大 不适合你做的事 就谨小慎为 稍微避免一点 你接下来的生活 就是一个幸福的氛围啦 祝福大家 好 我们非常谢谢白云 今天对我们哈佛的 请听哈佛管理学 也是一个突破啦 就是说 我们应该从来没有做过 请这个专心学的专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不过今天我们的听友 我们的听众都赚到了 听到了一些节盘 那我觉得这一切的根本 还是不管你用什么方式 专心学是一种方式 更了解自己 然后更了解你旁边的人 你自然你的工作啊 生活也就会比较顺嘛 对 所以还是要从这里出发 我们不是鼓励迷信 更何况专心学 也是一个古老 延伸到现在的一个 很多人认为 它是一个科学 因为现在量子 很多人也觉得 它也是玄学 对 现在量子力学 还没有被规划为 科学的领域 对啊 很多人认为 它是玄学了 所以到了21世纪 好像科学跟玄学 是可以 大家越来越可以接受 这样的一个趋势 对啊 科学的尽头是玄学 对 哇 这个我不知道是谁说的 不过现在看得到 这个发展的趋势 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再一次的 谢谢白宇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我们明年在年初 如果这个节目还在的话 我们就请白宇 再来跟我们做年初的解牌 谢谢 那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白宇 谢谢大家 祝大家新春愉快 谢谢 嘿 就过来就过来 你是否有这些烦恼呢 教育训练总是成效不张 线上学习平台使用率 开高走低 落播课程无法满足实际需求 现在这些问题 HBR帮你通通解决 哈佛商业评论 企业学习方案 我们采用数位与实体的 混成式训练 集结百年来 全球千位大师的知识精华 打造每天10到15分钟的 零碎式学习 以工作者为中心的 企业读书会 大大提升同仁们的 学习效率 赶快点击说明栏连结 交给我们 一起让知识落地 成为企业人才的能力 与集站力